这就是公园里的这个咖啡厅餐厅还有小卖部 然后营业时间一直到六点钟 旁边还有一个咖啡厅 我会卖一些零食 咖啡的价格和外面的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五十太猪吧 去小超市买一点早餐 早餐都已经吃完了 兜兜买一点早餐吧 这个地方是公园的一个泰式按摩的一个地点 然后费用也不是特别高 大概是150株一个小时吧 和我们平时的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House Bridge 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小房间 然后可以进去泡温泉 我们下午就要回去了 所以我们泡一个温泉 然后出发回青麦 这些都是小温泉 然后下面有一个泡脚池 大家可以在那边泡脚 昨天晚上我也看到有人在那边泡澡 没有人泡一泡完没关系 这个是泡脚池 后面就是一堂小河 然后这边就是收费的地方 现在我去拿两张票 到那边自己了 这是收费标准 你看这是如果你没有带洗衣用品 他这边也有的 这个位置就是四八管 现在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个空房间里去 很漂亮 能种的植物 特别的茂盛 泰国朋友 我们真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这么便宜 这么好的环境 这是一个小温泉 好看看 我会看 然后这就是温泉池 灯光比较暗 然后这就是小温泉 它这个温度是设定好的 应该是凉水和热水的进出口 都是设定好的 进出口 据我的观察的话 在这边主要来这边玩的呢 是曼谷的朋友比较多一些 然后旅游团啊 然后再就是本地的一些朋友 今天的话是这边的那个父亲节公共假期 但是呢 人不是特别多 因为它这个距离南邦府和清迈府 都是七八十公里 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所以相对来讲嘛 还是属于稍稍远一点点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我碰到的呢 大部分都是就是要么是本地的 要么是曼谷这边的旅游团 外国人的话是非常少 我们在这住了三三个晚上在录营地 然后都是本地的一些朋友 但是我觉得如果来清迈 这边还是非常值得来过来玩的 我也觉得这次就是意外的收获 而且非常大 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过来来这边 看一看玩一玩 现在把我们两筐的鸡蛋捞上来 打包回家 好嘞回家咯